今天我們來到三角山 我們來看一場白人 今場特別的地方就是在於主公 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武將 我們來看 我是中神 主公一出王蓋 首先一會選華佗 因為我要補名 我要補他的名 通常人們看到王蓋 因為當主公 我第一個印象就是 啪啪啪啪啪 這樣就對面了自己 今場我就選這個 都不能不選華佗 那我就想著 這次死眼 怎知道原來這個主公 我們來看看 其實是認真的 這個主公不是想自殺的 其實這次我會比較批評 就是他應該停的 四血的時刻應該要停的 那他不應該還有虎 這個位置就搞了這個主角量 盲追主角量 其實我覺得他應該盲追主角角 因為主角角如何對付王蓋 王蓋一般來說都是低血的 那諸葛確實可以直接用這個攻城 和全力攻城的 叫什麼 族母 希望沒有讀錯 族母 那就可以直接對付王蓋 那反而諸葛量的攻擊能力 就比較低 在這個情況之下 那諸葛量這個好漂亮 這樣殺三個 走三個 那和諸葛量其實是中神 那就是王蓋一開始盲錯了 那這個關心張拋 就 諸葛量沒有盲錯了 那就是一個中神 瘋狂成一個反忍刺 好 呂布這裡什麼都不做 那我這裡呢 就首先要幫這個主角回血 那就拿隻殺去回血 那就留不到那麼多 那這裡回頭回不知道今天 不知道這場什麼事 那一副紅牌 非常之 非常之有趣的情況 那就丟閃 那我左右都不像好人的了 那這次就左右都追的了 那這個呂蒙就搞了張翔馬 那張翔馬剛剛搞我的 那所以他應該是反七 那呂蒙又搞了他 那所以他應該是中神 那就是257是一個中神 那另外3、4、6、8就是這個反賊了 那這個位置是選擇賣血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諸葛確是有機會可以直接 燃了這個黃蓋 那我就要賣血 那我就要留守牌 來補這個主攻的命 那再加上 嗯 後面還有兩個反賊 那所以就盡量不要太早用小器牌 那我寧願我自己吃血 都好過主攻死掉 那這個諸葛確實就非常之好 那拿土來就砍我 那這個時候黃蓋呢 要做的事就是穩住自己的血量 那但是 那這一下苦得對的 因為他空手牌的更危險 那不如兩張血量手牌 那這個諸葛亮呢 其實就應該可以空到這個關興張拋 那就可以保證他判定失敗 那這一下就不買了 那因為之後只剩下 呃呂布關興張拋兩個 就 呃理論上不可以對應到黃蓋的 因為他們沒有距離 眼看吧 眼看沒有距離 好 那呂布這裡就借了諸葛亮巴 呃 荒天 那就換了荒天上來 那就清手牌 那就三殺了 準備 那但是呢 這下三殺呢 非常之神奇 他殺一個主攻 兩個反賊 那非常神奇 就是跳 在這個 挺省下的 可以說 那當然 殺張春華可以說是 想摸三牌 那都合理 那但是如果你劈諸葛確的話 那這下就真的不合理了 那立刻被這個諸葛確罵的 那這下呢 因為我怕黃蓋沒有殺 那所以一定 不可以出這張殺 一定要幫他救 一定要救他 你猜不到這個華醜也要賣血 你猜不到我 是的 那這個時候就 我要博了 那就殺這個諸葛確 那殺中了 那而且他頭兩張牌 沒有走 沒有圖 沒有閃 那就秒殺了諸葛確 那就拿三牌 那一紅 那就會自己血 那增加自己的全牌量 那因為我不死的話 理論上黃蓋也沒有那麼容易死 那這個位置就跌回了一氣 那呂蒙這個位置跳下去了 好 黃蓋這個位置 看看有什麼做了 那這個關心張牌 就死硬了 因為後面還有一個諸葛梁 在這裡劈他 劈他一刀 那他死硬了 那黃蓋這裡沒有圖沒有走 如果不是他應該會扶掉他 好 那這裡就關心張牌死了 好 那這裡諸葛梁放了閃電 那這就等於呂蒙一定死硬了 那這個位置是打錯了 那一會兒你就知道打錯了什麼 那這裡就救他 那我留了紅牌 好 這裡手牌有諾不思塑 還有有紅殺黑殺 黑殺一定要用來清狼 那諾不要哪個呢 那其實不應該落呂蒙 因為呂蒙死硬的 有閃電在這裡 那才應該要落的就是落呂蒙 那我當時就落錯了 那就落了這個呂蒙 那浪費了 那但是 對了浪費了 這裡我落了 那如果諸葛梁這個神志不清醒的話 那分分鐘呢 分分鐘排位排錯了 那但幸好他之後沒有排錯 那這位置黃蓋州 那就是 呃 弓呂蒙 對 弓呂蒙 因為呂蒙在這裡 其實呂蒙殺了我 其實他自己也很危險 而且他唯一可以做到的事都是打呂蒙 因為他沒有距離 那這位置 那這位置 幸好這個諸葛梁就沒有排錯位 對 那是先判閃電的 因為是後落的先判 後 即是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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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界有判定區的先判 對 那其實我也試過找錯了 那我這件事就有時候我都忘記了 好 那這位置就電死了呂蒙 那就賺了一點點 但是呂蒙 還有C票的可能性 那這位就冰了這個呂蒙 那呂蒙被冰了之後就什麼都做不到 那這一招我們就可以呂蒙 即是我們不用加血了 那我就可以回這個主攻血了 那一陣子 那這位置 王蝦就綁 就呂蒙 叫朱古倫賣血 但是賣不到 那朱古倫最重要就是踩一盆盆 給他一些土啊 給我們啦 那這個位置還應該留 那他不留土過來 那我們就拿加一啦 今天他應該留土過來的 那我就拍土 那我就可以直接清雲主攻 因為反正他滿血了 好 那這裡用得的牌先用了 那就 再補一補的主攻血 那這位置我們好穩的啦 因為首先我們有距離 大家都有加一 那還有我和主攻都有兩血 那還有我兩張紅牌呢 那這位置他有AK啦 那沒有了防具 那就可以狂暴了 那這位王蝦有一個明圖 那我有一張明殺 明圖不殺 那就是他可以繼續苦了 那這個女夢呢 那這個女夢呢 也都指導炒了 那這場 那就決定投降 那這場呢 重點就正如我一開始所說 那就是 那這個王蝦呢 那這個王蝦呢 其實做主攻 不是說 一定要自殺 原場的 那也有贏的時候 那就 不要說 那麼早投降 那還有 提外話 那我就不太明白了 那其實主攻這件事 我個人來說 我覺得做主攻 也不是一件差的事 其實我有某程度 是喜歡做主攻的 如果你看回我的性率 你會發現我的主攻性率 是誰最高的 如果沒有基礎 我現在看看 那我就不明白 那些人 不喜歡做主攻 那我試過好幾次 那我做犯有試過 做中也試過 那都是主攻 我選了這個 的王蝦 自殺拍四 那這場呢 是個好好的禮智 那就是這個王蝦呢 就不一定要自殺 王蝦呢 就不一定要自殺 就不一定要自殺 王蝦呢 王蝦的主攻 也是有幾個贏 當然我不排除 他看到王蝦圖 他才按 他才按 按什麼 他才按認真打 如果不是 他原本願意 可能都是自殺 但是 怎樣都好 總之王蝦最主攻 贏到 非常之特別的一件事 所以就拿出來 和大家分享 那這支影片來到這位置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大家拜拜